不過這雞蛋又漲價了 因為天氣比較冷 雞汁減少下蛋 加上現在呢 這需求比較高 所以導致雞蛋呢 價格又變貴 從今天開始要再調漲兩塊錢 傳統市場蛋舖內婆婆媽媽忙著挑選雞蛋 不過受到天氣寒冷影響 雞蛋也漲價變貴了 天氣太冷了 那個雞肉都吃不出來 對啊對啊 快吃啦 快吃啦 原來天氣變冷 雞汁產蛋量減少 加上過年要到了 伴手禮需求高 加工蛋品用量也跟著大增 導致雞蛋供不應求 也讓雞蛋產地價 從每台金四十點五元 漲到四十二點五元 批發價從每台金五十元漲到五十二元 天冷機制產蛋率接連下降二十九號再漲兩塊 也是自上週以來國內蛋價再度調漲 不過蛋農表示不至於盛演去年蛋荒局面 消費者不必急著搶蛋 在林毅峰轉好報導 由雞丹